大家好,今天讲亚马逊 本来应该是上周发,但它的业务比较复杂 准备的东西很多,所以拖到现在 我们讲的公司当中,绝大多数只擅长一种主要的业务 但亚马逊明显不是 它仿佛有三头六臂,业务非常复杂 又都做得有声有色,很是擅长 在多个领域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 比如AWS和在线零售 而在广告领域,又以黑马的姿态出现 从Google、Facebook手下抢下很大的份额 它独特的文化,把别人眼里的费用中心变成了利润中心 不管是送货的费用,物流的费用,技术的费用,甚至是支付 在过去的二十几年,它的这些部门都变成了独立合销 向别的公司提供外包服务的利润中心 这在所有公司当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领域每一个都是几万亿美金的市场 亚马逊虽然现在销售数额很高 但在这几个领域里面份额都很低 未来加速发展的时间可能还有几十年 在万人眼里,这家公司收入主要是在线零售 利润很低,其实这是重大的误解 他们在过去二十几年投入了近千亿美金做物流 用光了公司几乎所有的现金流 也掩盖了其他业务的高利润和更高的增长 我们来看它二季度的业绩 和许多公司一样,它的零售业务在疫情之后大大加速 现在随着疫情逐渐过去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也就大大变缓了 这让很多人以为它的增长出了问题 其实,如果与疫情爆发前的两年前的收入相比 就会发现完全没有问题 零售业务没有变缓 而其他利润更高的业务 AWS、广告和第三方佣金业务 增幅都比以前反而有增加 亚马逊的各种业务利润率有很大的不同 要具体分析 我们先来看第一项 也是收入最大的自有零售业务 增幅跟两年前相比 过去的四个季度分别是66%、67%、79%和71% 不仅没有变缓,反而有所增加 仅在过去的八年间 亚马逊就花费了至少600亿美金 建立物流中心 购买和租赁飞机 购买送货的卡车和大量招聘人员 这种规模的投入没有人可以比 他现在的物流能力已经超过了专业的 像是UPS这样的物流集团 美国的三分之一的包裹 已经由他的物流来解决 随着他不断的投入和技术的提高 相比其他物流集团优势会越来越明显 疫情期间为了应对消费者激增的需求 亚马逊不惜血本 大量增加了运费 一年内又招聘了50万员工 管理层表示 在物流上的巨额投资还会持续到明年 实现大多数国家包裹一天内到达 我估计这之后他的盈利会迅速提高 一是由于他的规模 值钱的巨额投资 可以分散到更大的生活数量上 二是他不断的推出自己的品牌 现在在网站上各类商品中 亚马逊已经有超过100个自有的品牌 还在持续不断的增加 在线零售这项业务 其实技术门槛不高 对手也很多 Google之前也考虑过要进入这个领域 与亚马逊竞争 但在美国做了一些小规模的实验之后 就放弃了 因为利润实在太低 需要的投资又太大 除非做到极大的规模 否则盈利很难保证 只有亚马逊这种疯狂的公司 才能在创始人的领导下 不管华尔街的压力 持续几十年不断的投资 取得成功 这项业务 每个季度的收入超过500亿美金 但在整个零售业中 在线零售份额仍然很低 亚马逊这项业务的护城河 劳不可破 未来的收入持续增长 物流的投资下降后 利润迅速增加 是可以预期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部分 第三方 佣金收入 很多别的卖家 也在用亚马逊的平台 卖货 用亚马逊的仓库做配送服务 亚马逊就收取一部分佣金 在账上寄的收入 只是这个佣金的部分 因此 虽然这部分收入 只是自由零售业务的一半 但它代表的商品的实际收入 其实要多好多 过去几年 第三方的销售增长 大大超过亚马逊自己的销售 现在销量已经占平台总量的 60%以上 佣金收入对亚马逊来讲 是高利润的业务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 亚马逊会更多地变成 别的卖家使用的平台 自由的零售业务 比重可能不断下降 会带来整体零售业务的利润 不断增加 其实 多数卖家在亚马逊上卖货 利润很低 图上的例子 这个商家有自己的网站 也有用沃尔玛这样的平台卖货 相比其他平台 在亚马逊上卖货 成本要高很多 收入超过一半 要归亚马逊所有 这中间 除了其他平台 也会收的佣金和送货费之外 亚马逊还会收更高的退货费 这是为了保证 客户购物之后 不管是亚马逊自己的产品 还是第三方的产品 亚马逊都可以非常慷慨地 提供退货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在亚马逊上买东西 出了问题 找卖家 不如直接找亚马逊 因为亚马逊对客户的满意度 最为重视 退货批准率远比其他的平台 要高很多 另外一项 就是其他平台没有的广告费 我们下面再讲 还有一项就是仓储配送服务 为了保证亚马逊有足够的第三方售卖的商品 可以让用户迅速拿到自己买的商品 虽然在亚马逊上卖 利润很低 但多数的商家其实别无选择 因为自己的网站没有流量 如果不在亚马逊上卖 就只能选择另外花费巨资 在Google或是Facebook上面做广告 把流量引到自己的网站 这其实难度更大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Prime 这是一项被严重低估的业务 一旦用户每年交固定的费用 成为Prime的用户 就可以享受很多额外的福利 免费送货之外 还包括亚马逊提供的 不断增加的视频 音乐 游戏 电子书等等 现在这项服务 已经覆盖20个国家 两亿用户 其中1亿5000万在美国 也就意味着 其他国家还有很大的潜力 面对公司推出的Prime 短暂几年 就已经有了100万的公司客户 Prime的汇费增长 基本稳定在每年30% 非常不错 但对亚马逊而言 Prime更像一笔市场费用 用来不断地低价地获得客户 它真正的价值 是要长期锁定这些客户 不断地增加客户的价值 通常Prime的用户 在亚马逊上的花费 是一般用户的四倍 而且他们多数只使用亚马逊 做产品搜索 不再去Google搜索 或是别的购物网站 也更加喜欢用亚马逊 不但推出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所以Prime在亚马逊的版图当中 有极为重要的位置 那我们再来看它的云端业务 AWS现在规模很大 年收入已经接近600亿美金 一直是高速增长 最近几个季度增长还有加速 CEO解释 这是因为疫情使公司更多地 转向在家办公 业务更快地向云端转移 即使疫情结束 这种趋势也不会停止 就整体市场来讲 企业技术上的支出 从本地到云端转移 过程才刚刚开始 完成可能不到5% 这种高速的增长 可以持续后面几十年 就竞争来看 云端业务是亚马逊 唯一一项有激烈竞争的业务 亚马逊自己占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 和微软两家处于寡头竞争 寡头竞争其实双方心照不宣 再加上市场都很大 没有必要为了抢夺个别客户 大幅的拉低价格 减低自己的利润 因此两家都保持很高的利润率 一直在30%左右 这中间的变数是Google的云端业务 它最近一两年有所起色 但还没有盈利 原因不清楚 因为亚马逊当初在这个规模上 已经实现了盈利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 Google由于产品功能上的缺失 可能会用低价格来赢得一部分客户 保持自己的增速 但这种模式长期下去能不能持久 还不清楚 因此双刮托特态势 很可能会长期保持 最后一项大的业务是广告 几年前很不起眼 现在也只是和其他的项目 作为其他业务列出 其实这项业务的潜力巨大 最近几年的增速也很快 从40%的增长变成80%以上 在线广告原来是Google Facebook 两家垄断 亚马逊以黑马姿态杀出 基本上现在成了三分天下 就像我们讲的亚马逊上商货的例子 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网站 但卖东西最关键的是流量 在于谁家有最多的用户 因此这几家巨大的用户平台 有极大的先天优势 其他的卖家除了极个别的 可以靠自己的品牌和网站 直接跟消费者建立联系 绝大多数都只能是 要么靠亚马逊平台卖货 要么就要靠Google Facebook 带来的广告流量 我们上次讲Facebook说过 Shopify之所以和Facebook合作 也是这个原因 因为它自己不带流量 不和Facebook合作 就很难有大量的业务 亚马逊站内的搜索广告 其实分流了Google的业务 很多用户逐渐形成了习惯 把那些购物的搜索 从Google转移到亚马逊上 随着亚马逊未来产品类别不断地扩展 Prime用户不断增加 这种转移会一直持续 因此 如果哪天Google衰败了 肯定不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搜索引擎 而是用户把搜索转移到了别处 这就是为什么 我虽然认为它们三分天下 但是亚马逊的广告业务 其实是最没有竞争的 因为它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广告平台 海量用户都是为了买东西而来 目的非常明确 平台上每一个卖家又都是潜在的广告主 这样的平台提供广告非常自然 它广告业务的增幅 大幅超过了在线业务增幅量 也证明了 它过去几年非常激进地增加了广告的位置 又不断地激励那些广告主 购买跟自己产品相关的搜索词 这些激励可能是通过算法的调整 改变各个品牌产品的位置 也可以是通过亚马逊自己推出产品 占领最好的位置 逼迫更有名的品牌 必须买广告才能把位置放到更前面 这些手段如果用得过多 很容易引起商户的不满 甚至监管层的注意 最近亚马逊被欧盟处于巨额的罚款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这都不影响广告业务的长期发展 相比Google和Facebook 在线零售提供战略广告 是更好的平台 其他的平台最难拿到的 消费者的信用卡号和海量的广告主 在这个平台上是自然实现的 因此这项业务 会随着在线零售业务的发展 而不断发展 增幅只会更快 我去年写了一篇微信公众号 反思为什么没有在几年前 就买亚马逊的股票 当时的一个误解是 亚马逊规模已经很大 未来的增长可能会变缓 华尔街的很多分析师 也是这么认为 基数越大 保持同样的增幅 会越来越困难 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也多次碰到这样的例子 做销售预期的时候 总有人用同样的理由 把未来的销售收入增长拉低 在他们看来 收入越来越高 增长率会越来越低 这是大数定律 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误解 真正的大数定律 是统计学的概念 指的是一件事情 如果数据量足够大以后 样本中事件出现的概率 就和事情本身的概率非常接近 举个例子 比如抛硬币 任何一面出现的概率 我们知道应该是50% 但如果只抛几次 有可能其中一面出现的概率 远远大于另一面 但如果抛一万次 一亿次之后 那每一面出现的概率 就会非常接近50% 因为数字足够大 这是真正的大数定律 而通常人认为的 基数越大增长越小 不是定律 是因为这些公司本身所在的市场 容量有限 亚马逊本身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反例 它的销售额在2015年 达到1000亿美元的时候 增长率是20% 三年以后 销售额增加到2000亿 增长率反而加速变成了30% 因为亚马逊所在的几个行业 市场都非常巨大 它的份额其实很低 只要运营得当 持续地保持同样的速度 甚至加速发展 都是完全可能的 总体来说 这家公司敢于解决别人 不想解决的最困难问题 为了未来不惜代价 它的用户数 用户对它的好评度 在物流上的巨额投入 都是它的火葬盒 自己家巨头当中 每家都处于不同的阶段 有些还在迅速发展 有些已经进入成熟期 通过现金流和回购 给股东提供价值 他们也都有不同的伸展性 创始人有可能会在未来 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生意 比如Facebook 就发展阶段而言 亚马逊肯定是属于最早期阶段 别家都已经开始了 大量的股票回购 它却还把运营产生的所有现金 全都用于投资 资本支出远远高于其他的几家巨头 这是我认为 它是超级价值股的第一个原因 在这几家巨头当中 除非Facebook将来发展出 完全不同的生意 要不然亚马逊未来的跑道最长 即便只算现在已经很大的 几项业务 也可以保证 未来几十年的发展不是问题 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估值 如果只看市盈率 它在几家当中算高的 这是因为它把运营产生的现金 全都用于投资 这些投资的摊销费用 极大的压低了利润 如果我们假定这几家 在成熟期投资大致相当 那么运营的现金流 就和利润差不多 如果我们拿市值 和运营现金流相比的话 几家当中就会看到亚马逊 反而是最低的 如果说对投资亚马逊 有什么疑虑 无非是它CEO的更换 以及创始人进入半退休的状态 其实就伸展性而言 亚马逊也很强 过去几十年 进入了非常多的领域 几乎每个月 都有新产品 新服务推出 他们尝试的每一项新产品 新服务 都可能对一个已经很成熟的行业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比如说他们现在要进入的医药行业 以及我们以前讲过的 Stitchfix 亚马逊也有类似的服务 可以从头到脚 向顾客推荐 他们可能喜欢的衣物 如果他们成功 那对Stitchfix发展会非常不利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 这么多不同的产品 未来有哪几个 会取得像AWS一样的巨大成功 非常难说 新的CEO能不能像创始人一样 不考虑短期得失 只看长远发展 保持这种创新和公司业务的伸展性 也还需要观察 无论如何 就现有的业务来看 亚马逊肯定已经是最好的公司 我估计 它的增幅 会继续保持到很高的水平 物流的投入 明年过后不断减少 也会导致利润大幅提高 绝对可以把它和Facebook Netflix 一样列入最好的公司一列 好 喜欢视频请点赞 转发订阅 点开小铃铛 视频不是投资建议 谢谢 再见